本章主要分享的是内容行销的样态与策略 那首先我们来讲内容行销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内容行销就是它本身是一个网站或者一个部落格 那你可以从上面找到各式各样的东西 那基本上各式各样的东西有可能是自己产生的 有可能是所谓的左手换右手 那早期的部分我们最常看见的就是第一种 我们最传统的就是所谓的软体程式 那很久之前基本上来讲大部分都是盗版软体 这是有这样的网站也有这样的平台 那慢慢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所谓的图片 那图片的部分的话也是有人上载有人下载 那基本上收会员费 那慢慢这个东西慢慢往合法的方向走的时候 就有所谓的摄影部落格 可能提供一些摄影作品 或者提供一些摄影教学 或者我们提供一些图片 甚至我们提供一些图片买卖 甚至我们来讲是一些图片跟其他另类商品的结合 可能是咖啡杯 或者是T恤的这种做法 所以基本上的内容行销的时候 它的样态有可能是部落格 有可能是Facebook 社交媒体 有可能是所谓的电子书分享 甚至有所人是影片 或者是资讯图示 甚至有所谓的调查报告 但这个东西它基本上的样态 它不是重点 重点在哪里 重点是你要有一个策略 假设你要投入这个产业 你要产生一个内容 形象 那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创造 那我们就提供了几个策略来给各位参考 首先我们讲 很多东西是创造一个平台 意思就是什么意思 举个例子我们讲TED 它就是一个18分钟的演讲 那重点是谁来讲 当然不是创造这个平台的来讲 那所以说基本上 它是找各行各业的专家 当然基本上锁定三个领域 然后它会做的事情就是怎样 邀请他们来演讲 那这个部分呢 除此之外的话 它每一年会办所谓的活动 那这个TED这个东西 这个原始创始人 其实当它累积到一定数量之后 其实有另外一个机构 已经把它买下 那买下的意思是说 它会把它经营得更好 那这就是一个平台 那第二个我们很常见的 就是所谓的BMI平台 它其实也是平台 它是一个区域性的平台 也就是说 桃园有一个分会 台北有一个分会 那它基本上 分会规则非常简单 就是基本上 如果它在这个地区 每一个行业 谁优先来报名 而且只可以有一个 换句话说 如果你是消防行业 你报名了 那在这个地区的时候 消防行业的其他人 就没办法报进来 那它就透过这种 抢先跟付次的做法 然后来让大家认识更多的朋友 那当然基本上它限制很多啦 第一个因为它是早餐会嘛 所以你一定要是老板 你才有机会 在那个时间准时出席 这个东西不只是 佼佼废废废而已 那第二种 就是你能够集结一群专家 可能是一群专家来 来协助你写文章 可能是一群专家来 固定在你的平台上 发表文章 可能是一群专家 他会办不断的活动 演讲 类似这样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就可以集结 因为群众 基本上是往内容跑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一种模仿的方式 那这个东西呢 是我曾听到一个演讲 他这个演讲的话 基本上来讲就是上述那个人 他提到 他刚开始在写演讲的时候 他小时候他是想写书 那他给所有的读者一个建议 他说当你还不成气候的时候 换句话说 你的第一本书 你一定要写你听众 或者要写别人想要的书 所以他第一本书 写的就是所谓的海贼王 语录 类似这样的东西 然后他后来 等他出名之后 或者书卖得很好之后 他才有机会去写 他自己本身想写的书 所以他在这提到 他说你第一本书 基本上来讲你一定要迎合 那当初的时候 因为他在部落格发表很多文章 那当然这是他的第一部 很多人就早上门来 那当初那个编辑就跟他讲 就拿了一本书 叫做如何跟真妃 就是以真妃的话 这个东西所带来的管理启示 那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连续剧 那基本上这本书当然也是大卖 然后当时编辑就跟他讲 他说 他就说 你就按照这样书的写法 只是把真妃换成海贼王 所以他就写了两本 海贼王语录 那这个东西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所谓的 另类模仿 除此之外 你可以透过搞笑的方式 去产生自己的内容 你也可以透过分析比较的方式 去产生自己的内容 但你也可以投机 投机基本上找一些社会议题 那社会议题的话 基本上来讲 你可以去Google 当然你也可以 身为一个创造者 你可以写一篇文章 或写一本书 类似这样的东西 那你也可以去试着描述趋势 你也可以做所谓的访问报道 透过这个方式 去产生你读述一纸的内容 也就是说 先把群众做起来 那这个东西 当我们在回顾 回顾最原始的内容行销的样态的话 我们要再次强调 气场比气出更重要 什么叫气场比气出更重要 有很多人早期的部分的时候 他可能是下载软体 不管他是免费或付费 他基本上他已经用废原制 废原制要收费 那在这过程当中的时候 他其实就踩到一个灰色的地带 或者我们今天讲犯法的地带 又或者我们今天讲图片 分享的部分 其实也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说如果说你今天用的是一些比较正统的方式 举个例子 就是说你今天可能产生一个平台 然后让很多人可以在上面写文章 那写文章加来看就可以打赏 那基本上写文章的人 如果就是本身的注册权本身的所有者 那是不是你就不会有问题 那你这个网站平台经营久 就可以可长可久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讲的就是 气场比气处更重要 所以说如果说看别人呢 也许看别人有时候 人家做了一些网站或者部落格 看起来是不是很热闹 可是踩在违法边缘 这个东西通常来讲就是 他其实就只是一时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内容行销 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要尽可能让自己可以拉长 让自己可以拉长 那拉长之后 你累积的客户资料 累积的email 或者累积的忠实粉丝 才有办法支持你继续走下一步 那当然如果你今天打算 把你的这个内容行销的部落格 或者社群媒体卖掉 那至少你也可以得到第一桶金 那用这第一桶金来创造你 另外的一些事业 我想对你也是挺有帮助的 感谢各位收听 更多分享请各位参考 创业前途这本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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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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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